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,新竹市又有私有老屋被屋住拆掉了, 为在中正路198校内水田里移出闽南市三合院宗祠老屋, 有眼间网友发现这几天已被拆掉了, 觉得这栋有特色的老屋未被保留下来很可惜, 并感叹竹市的老屋正逐渐消失中。 新竹市文化局文资科长林小华说, 这栋敏事建筑老屋三年前经黄俊明老师进行老屋普查时, 列为保存在利用的二级老屋, 市府已决议并未启动文资审议, 市府虽尊重土地所有人的决定, 但也会行文给所有老屋持有者, 可寻求协助, 包括可获老屋修缮补助及租金补贴等, 鼓励老屋持有者, 可将老屋活化再利用依据文化局老屋普查资料显示, 这栋位在中正路198巷内的水田里宗祠是座闽南市三合院, 左侧外加一户龙, 建筑正身围出不起屋身做法。 其省明厅有精美的三观六扇木雕门和屋架, 此外,正身屋及其翘柄并有镂空花砖, 岩墙有细部装饰的彩绘, 右侧山墙上的旋语褶草为云纹与三个绿右漏名瓷砖, 即为考究, 此栋老屋年限虽不可考, 但依据周边房舍大约是1933年间所建, 推估应有80年以上的历史, 此栋老屋临近主要道路中正路和北大路, 聚落坐落在商业区与住宅区, 就有三合院已拆除三栋改建大楼, 显示就有聚落纹理逐渐消失中。 林小华说, 文化局正在推动老竹前。 老屋内的老屋活化经营补助计划, 邀请市民动手活化老屋, 除每月可给予经营者最高1万元租金补助, 配合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在生补助计划, 也会提供老屋修缮补助, 最高补助一半修缮经费, 期盼与民间合力造就城市代状老屋活化。 文化局强调, 今年市府首度编列120万元经费, 针对竹市老屋, 约民国60年兴建完成者且活化经营业者, 每月最多可获1万元租金补贴, 极有补助创意经营方式, 鼓励在地民众以及地方民间单位, 团体一同进驻老屋, 经营业者可透过举办一文展览, 艺术讲座等活动, 将在地理史故事, 文化创意带入老屋。 另一方面, 文化局也同步配合文化部办理私有老建筑保存在生补助计划, 为请黄俊先建筑事事务所及监狱工作室, 协助民众提案, 让民众可以顺利地申请经费进行修缮, 并协助评估老建筑保存状况, 估价与制图, 以及辅导撰写计划, 有需要的老屋所有人可来申请。